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全台单日新增本土个案突破2000例 台北市场贺文哲宣布简化疫调程序 缩小区隔范围 不再发送细胞简讯 而且由于到处都可能出现确诊者 即日起也不再公布足迹 柯文哲强调疫情还没开始 未来确诊数还会再增加 本土确诊案例激增 台北市一天就有471例 为了保留防疫人力与资源 市长柯文哲宣布 即日起简化疫调程序 因为战况紧急 快比完整重要 另外也不再公布疫调足迹 以前是为了怕要一网打尽 一个都不准够 所以往前要追四天 现在大概要瘦到两天就好 也许会漏掉百分之一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样 可以大幅的在战况紧急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还是八十二十法则 台北市确诊数十天暴增4.7倍 但相对日 韩 香港 新加坡疫情 目前还看不到台湾 三美百万人口感染数 未来确诊案例还会再上升 中重症率 死亡率 会比中央公布的数字更严重 因为我们最近案例才开始上升 所以那个会出现重度的病症 或死亡案例还在后面才慢慢上来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已知的感染人数当父母 然后一看死亡的案例去当分子 其实算出来会严重偏低 因为确诊人数太多 柯文哲再度发布招集令 招募护理 防务清销人员 进驻集中检疫所 防疫专责旅馆 希望能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游祥婷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清镇居家照护全面上线 因应未来可能每天上万例确诊 12个行政区成立关怀中心 把过去健康服务中心 一对一 一条龙的服务 交给专人处理 最快速度提供给确诊者 居家隔离者必要的协助 因应未来可能每天有破万案例 台北市清镇居家照护全面上线 12个区籍关怀中心 提供远距医疗 物资 订餐 垃圾亲运 宠物安置及心理资商 目标是要让所有确诊者 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服务 主要是把以前在我们健康服务中心 一条龙一对一的服务 它的每一个工作的环节 我们现在交给相关的专人来做服务 要以最快的速度提供在家的确诊者 还有居家隔离者他必要的服务 而新北市首例孩童重症 经过六天抢救宣告不治 家长之一可能是因为延误就医才造成憾事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紧急补破网 未来北市救护车不再区分病患有无确诊 全部视为染疫 避免延误就医 我们现在是119按照病人的病症 紧急的会传心脏痛那种情节 该救就救 但是我们每一个出勤的这种救护车的人员 跟救护口罩 面罩 防护衣 该穿就穿好 中央放宽居家照护 居家隔离 和居家检疫者的就医交通方式 如果有需求可以暂时解除电子围离 到医院看病 柯文哲也强调 如果有人利用这项漏洞趁机开溜 抓到就是开罚3000元起跳 呼吁大家别以身试法 记者游祥廷 台北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三年 民众为了防疫长时间的戴口罩 请洗手 对皮肤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医师发现许多人脸颊长满痘痘 双手也变得粗糙又均裂 提醒民众在情况允许之下 可以适当的脱效口罩让脸部透气 在洗脸的时候则是要注意水温 避免过度清洁 至于手部干裂 建议在洗手或是喷酒精之后 涂上护手霜 保护脆弱的肌肤 近来疫情确诊人数持续攀升 为了有效防疫 许多人脸上几乎整天挂上厚厚口罩 长满粉刺痘痘不说 双手也几乎快被洗烂 真的好痛苦 医师分析 口罩痘痘起因于长时间戴口罩闷热 摩擦流汗 材质不合 甚至是不换口罩 让各种细菌残留 医师也建议 在口罩充足的前提之下 若外出或在室外待一整天的需求者 一天可以替换两到三个口罩 若是室内则是一天换一个就可以了 由于戴口罩让皮肤变得脆弱 专家建议 只需要用适当水温清水洗脸 降低皮肤刺激 洗完脸简化保养步骤 避免涂抹厚重的保养品 让皮肤无法透气 要避免酒精手 专家提醒 洗手或使用酒精后 可以擦油泪、霜泪、无味的护手霜 像是凡士林 来锁住肌肤水分 小朋友的肌肤比较脆弱 可以涂抹婴儿油 先正确做到洗手步骤 使用温和性质的洗手罩或洗手乳 就可以不伤肌肤 也能达到最好的清洁消毒效果 记者郭参勇 台北采放冒岛 台北市建坛里 景陵山区 过去台风期间 曾发生多次摊放意外 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全 中山区公所动员 警销跟学校等单位 举办山坡地 灾害疏散避难的演习 模拟台风来时的处置流程 培养民众防灾观念 台风来袭 中山区公所赶紧编制任务小组 前往建坛里山坡地 协助居民疏散 因为当地景陵陡峭边坡 过去瑞伯 纳利台风时 曾发生摊放 一旦24小时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 就得赶紧疏散居民避难 不要啦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 每年都有台风也没事啊 我不想离开我的住家 疏散过程如果有住户不愿意撤离 警方可以开单 甚至强制执行 为了确保住户安全 通通都得到紧急安置所内 整场演练 动员警消 学校和当地居民 透过演习 加强行政机关应变能力 以及培养民众自主防灾观念 建坛里这边是属于山坡聚落 那有保全的一个住户 那我们是希望说 让他们能够熟悉 如果真的发生豪大雨的时候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配合 我们到山下来避难 那保全他们的财产生命安全 尽管国内疫情升温 中山区公所依旧举办例行防灾演练 希望赶在台风季来临前 让相关人员都能熟悉 风灾处置流程 确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一名女子在外欠下赌债 在住家遭到债主追讨欠款 同住男性有人上前跟对方理论的时候 反被殴打跟砍伤 扼杀甚至将女子跟朋友共三人压上车 再往新竹控制行动 大安警分局获报 随其成立专案小组 两天之后在新竹逮捕嫌犯 救出被害人 大批警力来到新竹县新浦镇农社 逮捕六名嫌犯 救出三名肉票 现场也起出了包括改造手枪 子弹 刀械与毒品 原来大安分局日前接获意愿通报 有民众受到刀伤 警方马上赶赴现场 发现受伤的解信男子跟有人秋姓女子等人 构同成租通话街的日租套房 某天忽然有七名男女上门跟秋姓女子催逃赌债 双方爆发争执 解信男子被对方持球棒 西瓜刀殴打砍伤 最后跟另一名被害人总共三人 遭恶煞强压上车 再往新竹控制行动 警方漏夜订阅监视器 掌握犯嫌人数与动向 见时机成熟 两天内就将相关涉案人犯逮捕 依涉嫌妨碍自由 伤害毒品跟枪炮等罪 移送台北地坚署侦办 接着顾参永 台北裁判报道 台北市大稻城过去有戏窟之称 不少政商名流会聚集在这里 看戏谈生意 为了重现大稻城文化 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举办的戏春大稻城活动 由义贼廖天丁导览街区发展 顺便带观众制作布袋戏 学操偶体验戏曲文化 义贼廖天丁飞檐走壁展现身手 传说他曾经在大稻城一带走跳 交女朋友夺警察 历史记载真有其人 不只下海城王庙有供奉神尊 每年戏春大稻城活动 廖天丁更是最佳代言人 有讲的故事 然后也有操偶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廖天丁在哪里 大稻城的哪里 真的曾经有走跳过 比如说他在哪里冲钱的 然后在哪里 他女朋友在哪边 然后他曾经被警察追的地方 在哪里 台北侠海城隍庙前 从4月22号开始 有一连三周的掌中系导览 大稻城创与街区发展协会 还规划解谜闯关活动 带民众走进迪化街解任务 另外陈兴皇掌中剧团 又布袋系体验坊 教大家制作布袋系和操偶技巧 单纯原来这个表演术的能量 其实是可以跟商业的 这个空间做一个互动以后 就是把这种文化观光的性质 带到我们大稻城这个街区来 是非常合适的 连续举办第六年的 戏村大稻城活动 精彩可齐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看戏 带领观众了解大稻城发展 同时能够结合商圈 刺激买气 活络后疫情经济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成长很纳持的 可能看了 aiby 但下面 regarding s眼神是紅色的 一定的 状况 现在你有根的 个药 大幅 进所 学历 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